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说说这段时间我在网上买东西的啊 我那天呢,说我在网上买的东北年煲米 好多好多朋友问我这个年煲米的事 我还有这个地瓜 我就把这两个吃的东西呢 我就说一下,大家记住一下 大致在网上一搜啊,就能搜到啊 很多,因为我这个人嘛,我就糊涂 我买完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在哪里买的了 我那手机上有淘宝,有什么微淘,还有拼多多啊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来的 我也不知道整不整,我就是有时候翻手机个头条 或者是西瓜上,他有时候推过来的广告 我就给那顶买的 其实有时候买大头,我这次这个包米 我就觉得是买真是大头了 我买的包米十岁花了九十九块钱 我后来昨天晚上我睡着觉 我又找了一下东北年煲米 我一看一般那都是二十多块钱 五岁的也有,三十多块钱,五岁的也有 三四十块钱,反正我买这是最贵的 完这回吃呢,还没有上一次买 那个上一次好像是花二十九块九吧 买了五岁 那个好吃,那个味道特别好 年糯一咬还软 我昨天那个吃这个不好吃 我以为可能是我煮的时间短 今天早上我又煮了一下 又煮了超过十五分钟了 还是没有那个年糯 但是这个呢,有什么写的说复芯呢 含那个矿物质那个芯 我觉得可能是贵到这顶似了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是没啥用 我就觉得吃的我口感是第一的 好吃是为主 那个重力装件它基本都一样了 能含那些养料 确实是加进一些东西了 有的时候我觉得要人工添加的东西 还未必有那个天然合成的好呢 完了那个地瓜呀 是海南城脉,桥头地瓜 我说我买了老多东西了这段时间 什么广西红树林,咸鸭蛋呢 还有什么固圆油啊 反正一日手别碰到这个淘宝 碰到就感觉像上商场上商店了似的 看着啥都忍不住就想买点 就这个手欠 完了现在冰箱也堆满了 我现在得控制点不买了 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我就是有什么感觉呢 前段时间有朋友问我说 回来以后感觉和在加拿大那边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也没啥不一样 我们说现在我就觉得 我在哪儿待都能待了 我在哪儿待我也都觉得挺好的 在这边我觉得这边挺好 在那边我觉得那边也挺好 随于而安嘛 都这么大年岁了 老调皮听啥呀 什么东西 有吃有喝 待着安稳就行吗 然后那个我还看有卖大米的 大米就不点一小袋写的什么 一百多一斤的大米 这个东西我就有点想不通了 我也不知道 玩朋友们要是知道的也希望留言啊 帮我解答一下 这个一百多块钱一斤的大米 我就想他能好在哪呢 能怎么好吃呢 我还真是挺那啥 挺好奇的 我说这一百多块钱一斤的大米 那一百多块钱一斤都要按正常的买呀 买一小袋了 十斤二十斤的吧 这个我没买啊 然后我就想这 然后我就说 我说在那边 在那个多伦多那边 这个上这个超市啊 富士店啥买这东西的 都有什么样的价位 然后我就搁这跟大伙说一下 那几年刚去多伦多时候吧 那也是主要都是在华人超市买东西 多伦多在华人超市 我觉得现在都有五六十家 我刚去那年 那个看报纸介绍过 说是二十八家 但是这些年又发展了 又分一个大超市 可能原来的老板又分离出去 又又又重新开了 到处都是 连那个小镇上面 都很多华人超市了 这些大多数都是福建人开的 他们很团结 可能在国内搞几集装箱货 以后运过去以后 玩这些超市各家一分的 就就挺好 反正在多伦多那边的华人 谁都能吃到国内的东西 是都有 这是真是 从日用百货到富士啊 到这个粮食大米啊 还有什么小米子呀 高粱米啊 反正应有尽有 还有这些肉类啊 熟食啊 有各种各样的 反正到华人超市 你又就感觉没出国 就在中国一样 甚至我觉得都比我在大连时候 那个货物都全 因为我们呢 必须有这个地域限制 北方人多嘛 南方人少 所以他就南方的东西很少 但是在多伦多不一样 他是全国各地 哎 哪里人都有 东西南北中的 所以东西南北中的这个副食品呢 就是食品 基本都能看到 你像东北建三浆农场 那个年薄米也有 还有油豆角 然后南方的这个广东的福建的东西就更多了 西南的四川皮线豆瓣酱什么的 那个榨菜也什么的 几乎应有尽有 哎 调料也是各种各样 山西老陈醋啊 又是什么李锦基酱油了 又是上海白醋啥的 那个都有 以前我拍视频也是拍的也不全啊 完了就是在这个价格上吧 我再说一下 价格上呢 基本这些华人超市卖的东西呢 价格都差不多少 然后老外的超市也挺多的 老外超市也是分成几等 有那种平民就是大众的那种 像什么no free 我们他那个门口挂一个那个一串香蕉 我们都习惯管他叫大香蕉 他那个价位呢 就是普通民众能承受的吧 就是很便宜的哎 就像外国那些底层人呢 他也买这个 完了高档的那也有 再好一点 再多几个层次也有 完也有那些就是属于那种绿色 或者是有机商店 像有一个后富的 还有一个是那个新鲜的叫什么 叫什么land那个那个 画一个小房子画一棵树 那个是那个超市 那个不怎么去 在我们的附近不远也有一家 我去过几次 我还有一个就是的 比较大众化的Costco 都是大包装的东西 这个也挺全 我还有一些就是各个国家 有欧洲的像俄罗斯那边的 德国那边的那些东西 什么香肠了 熏肉了那些什么 熏三文鱼啥那些熏烤的东西 那也有 是吧 俄罗斯那些大脸巴面包 格瓦斯 汽水啊什么 反正就有欧洲那边风味的 意大利的商店也有 像韩国超市也好几家 哇 也有日本风味的 日本风味的那个商店也有 但是不多 日本的经营的店看的不多 日本人我看的也少 很多就韩餐馆日料店呢 都是中国人开的 我在那个那年打工那家 那是韩国烧烤 那其实就是沈阳三个老板 合伙做的 很多日式料理 卖寿司那地方呢 基本都是中国人开的 或者是韩国人开的 但是外边牌子挂了是日料店 做寿司什么的 这个价格什么吧 要是跟国内这个东西比起来 可能是高一些 但是要按那边的工资收入比 那也是按是正常吧 那个东西不可能说你 你挣的多然后东西卖的太便宜 但是这些年物价吧 总的来说也涨幅也不小 也涨了没有一半也差不多了 刚开始去的 我去的那年的时候 那个价格那个挺低一些 你像猪肉啊 猪李己啊 或者是猪腰牌肉什么都是 299 399 还有的时候打折199的 比如说每个周五周末的时候吧 各家商店都往外发广告宣传单 就送到每家的信箱里 一打一打的 家具店的了 或者是电器商店的了 或者是这个超市的了 还有一些服装店什么的 都送广告 就在这个周末打折 价位降到多少 然后就趁这个周末就可以去买去 然后还有一些大商场广活动 比如像大的活动就是每年年底的那个叫什么黑色星期五啊 还有这个圣诞节之前那个包括星队就26号那天 这都是全年打折最大的幅度最大的那么几天 人也是这个生活也是各个层次都有 这个社会不也是在分层吗 但是大多数我觉得就这个商店里卖东西一般人都能消费得起的 没有说是太离谱的 就是高的太多的 就像那些有机商店什么的 那就是收入比较好的一些家庭 中产阶级 他们好上那买东西 像加拿大这些底层的属于什么 就类似于低保护政府那个照顾的这些家庭 可能他们就是比较是长去一些就像沃尔玛了 或者是这个诺夫瑞就是我说那大香蕉了 还有几家这个平价店就是大部分都在这买东西 那个我就想不起来说啥了 想好好介绍一下 感觉就是我对最大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国内这个东西这个价格不稳定 搞不好可能就是就有的时候就买大头了 也许同类的东西 然后加上点化名词 这个东西就价格就翻了不少 我是有这种感觉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希望朋友们看到以后给我留言也帮他 帮我解答一下这个疑问是不是这样 我这是初步有了这种想法 完了还有这些商店什么 这些价位也不是准确的 我前段时间我在楼下小店买矿泉水啊 买这个买这个牛奶啊买这些东西 后来那一天平时买都是挺多东西在一起 我也没算都是老板娘给我算账 后来那天有一天我就是买了买了两罐啤酒 完了还买了几瓶矿泉水 他给我算二十 这个青岛啤酒多钱一罐 完了他说哎呀他说我看错了 你给我 我以为是蓝带啊不对 叫什么那叫什么来的 他说那个奇怪这个三块五 完了头两天我又上那个另外一家 在他们那那条街的头上那家小白天买 青岛啤酒在冰箱里放三块钱一罐 后来我想我说这个老板娘可能是看我也不算账 每次都给我多算点 那天这东西少我就脑子里滑了一下 大家都怎么看就是这个价格的事啊 是不是说像我想象那样有些东西添点名词啊 或者是怎么样他价格就翻倍甚至翻了几倍那样 我这个还是有点困惑 希望大家给解答一下 好了今天就先说这些吧 拜拜